最近有位善于思考的网友 不知从哪里引进了一台支架可旋转的唐吉赫德7型并列式风车 测试时发现 在气流中7个小风车均同向旋转 而外宣6个风车的支架却在反向旋转 该网友十分疑惑 随进行风动实验 结果依然是支架和风车的旋转方向相反 这确实有些反直觉 为此我们需要研究风车支架受到了怎样的作用力 当一股气流吹动风车转起来 发现中间的风车会通过摩擦力对支架制造扭矩 使其和风车同向转动 而周围的风车也同样通过摩擦力对各自的转轴制造了扭矩 如果近似的把支架看成钢体 那么该扭矩的矩芯移动到力矩作用面上的任意位置都是等效的 换成人话说 把支架外侧转轴所受到的扭矩平移到支架中心处 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 因此外宣风车转动时 摩擦力同样会对支架的中心轴施加扭矩 使支架同向旋转 如此看来 既然七个风车的旋转方向相同 那只会使支架的中心轴受到叠加的同向扭矩 但实际上支架却在反转 看来其中另有原因 通过CFD模拟动画观察 发现原本垂直吹向叶盘的气流 在推动叶片转动时 气流自己也会受到反作用力而旋转起来 变成和风车反向运动的涡流 即使风车没有被推动 叶片后面依然会形成涡流 并诱导夜盘前方的空气螺旋运动 因此中间的风车旋转时 穿过夜盘的涡流就会对支架制造反向力举 同理周围的风车转动时 也会通过涡流对支架制造推力 从而对支架中心轴产生反转力举 闹了半天 原来是风车自己制造的涡流在推动支架反转 而涡流的力量并不仅限于此 在2006年日俄联合搜救演习中 一架米14反潜直升机依靠自身的漂浮能力降落到海面救人 然后离水起飞 但只飞起了十多米高 它却突然拍向水面导致机体受损 然后在日本海岸警卫队眼前不停地扑腾 就是无法起飞 为了缓解尴尬 俄国飞行员使出了陆地常用的滑跑起飞大法 借助前进速度来降低悬翼的虚用功率 但这又使机头受到水流冲击 产生了强大的低头力举 导致机身前倾 悬翼击中水面而解体 这次事故的起因就是直升机在起飞后的短暂悬停中 一个登跺动作 导致它快速拍向水面 但这又和涡流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直升机在水面上方低空悬停或慢飞时 由于悬翼的下洗气流越靠近外圈流速越大 就会把水面吹出若干同心圆环的凹陷 而这些水面凹陷就像是导流槽 引导下洗气流以较小的损耗偏转上行 造成蒋盘外圈出现了很强的上行气流 又被再次吸入蒋盘 形成了环流 这些环流在夜间附近不仅有很大的旋转速度 并且在跟着夜间同向运动 于是就和原本的一间涡流叠加起来 就这样 直升机通过凹陷的水面 制造了一股头尾相连的增强款环形涡流 稳稳地套在蒋盘外圈 在这个涡环的诱导下 附近的空气加速下行 导致悬翼实际气流的来向更加上偏 而悬翼的升力方向则更加厚偏 造成蒋盘转动的阻力增大 而向上的拉力减小 此时要维持住悬停就只能增大发动机功率 但好巧不巧 飞行员为修正侧风又登了登又多 瞬间围讲增大出力 使发动机剩余功率消耗殆尽 无法再维持蒋盘拉力 于是直接坠向海面 可见无论是风车的支架反向旋转 还是直升机悬翼陷入窝环 都是他们为自己制造的窝流 而自食其果